上荡百年 七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七世大观 当今中国大陆的名牌大学中 天津的南开大学也是颇有历史的 很多国人知道南开是因为共党总理周恩来 早年曾经读过南开中学和大学 但老周当时很不光鲜 还被校长开除了 但到后来 老周一招全在手便把仇来报 不仅骗老校长留在大陆 还导致校长几个儿子惨死 今天我们就给列位讲讲这个凄惨故事 好 还是有请新翻出来的看官 先点击订阅按钮 再点一下小铃铛 写了书归正本 南开小学 中学 女子中学 南瑜中学 也就是重庆南开中学 和南开大学的创始人是同一人 张柏玲 他陆续开办了南开系列学校 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私立学校的典范 后来 由于接受大清朝廷的公款 私立第一中学堂 遂更名为公立南开中学堂 张校长曾经谦虚地描述自己 我既无天才又无特长 我终身努力小小的成就 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 而他和周恩来之间的故事也一再被中共官媒炒作 不过很多人并不知晓的是 昔日小周曾经被张柏林开除 之后他才去到法国留学 这事儿咱们靠后点说啊 张柏玲1876年4月生于天津 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 学习欧美科技文化知识 他毕业后入海军服务 想通过海军使中国强大起来 但是甲午战争 打破了张柏玲的海军救国梦 他决定回天津从事教育 他的朝鲜朋友这样评价 张柏玲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人 不能跟同时代的杰出人物争一日之长短 但是他脚踏实地的苦干 在他的工作范围里成就非凡 这个工作范围就是教育 回天津之后 张柏玲首先在老乡严修家做家属教习 讲授数学 理化和英语 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新闻 因为严修曾经担任贵州的学政 就是今天的教育厅长 教授之余 张柏玲还和学生一起踢足球 玩惠斯特 就是桥牌的前身 带着学生到城外骑自行车等等 严修和他的教育理念相同 也都热心教育救国 所以两人是一拍即合 1904年 严修改家属为敬业中学堂 还引来了直立总督 袁世凯视察 老袁是立唱洋务 所以很满意 就捐了五千两白银资助办学 1906年 严修在南开挖购地建新校 改称南开中学 张柏玲为监督 就是校长 南开中学实行西式教育 在张柏玲的经营下保持着良好的学风 不仅教师授课认真 对学生要求严格 而且课外活动是丰富多才 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声誉 那时候的南开中学就有不少富二代官二代 当时的富家弟子吸纸烟很时髦 每次假期回来上训誉课 学校都要检查学生的手指有没有熏黄和口袋里的烟味 有一次一个学生质问张柏玲 您叫我不抽烟 您干嘛还抽烟呢 张校长被这学生一喷 当场就把烟袋决断了 说我不抽 您也别抽 从此他一生再也没有吸过烟 据记载 张柏玲是相当爱护学生 他喜欢清晨去学生的洗脸事 教农村来的学生使用牙刷和牙粉 他还经常请学生到家里吃饭 其中就包括家境不富裕的周恩来 还有张柏玲严格查禁黄色小说 严禁学生去妓院 他还在红灯区派人寻查 学生无故夜宿校外 回来必须降报刑迹 甚至要到校医室验证 严格管理让南开中学是声名雀起啊 各地学子纷纷前来报考 名人 梁启超 冯玉祥 段祺瑞 袁世凯 黄兴 胡适 叶胜桃 张自忠 邹涛粪 也放心的把子女送到南开中学 还有些学生来自东南亚国家 数十年间 南开中学的学生发展到了近千人 看看她的成就 南开中学一百年间 师生中造就了各类科技院士 包括少数外国院士 六十多人 其中国民政府的院士有梅怡祺 陶梦河 吴大游 钱思亮 殷红张等等 1917年8月 张柏林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教育 第二年4月 研修也去了美国考察 二人是便由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各籍各类学校详查教育体制 还访问了许多校长和教师 也考察了和教育有关的设施 比如图书馆 博物馆 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等等 为创建南开大学做准备 回国之后 摆在严修 张柏林等人面前的第一要务就是募集大笔资金 据严修年谱和张柏林年谱长编 1919年的5月之前 严章二人为了筹款 奔走于天津 北京 太原 宝定 南京等地 拜见各方军政要员 最终 南开争取到徐世昌 黎元洪 李纯 严锡山 梁士仪等大老板的捐款 五四运动中被学生火烧住宅的曹汝林还是南开的校董呢 除了资金 张柏林深知良好的师资对一所大学的重要性 在美国考察的时候 他就聘请了一些刘美学生到南开任教 后来他还在国内各知名大学招聘教师 承诺提供良好的待遇 多方筹备之后 南开大学1919年9月正式开学 第一届学生包括周温来在内一共96名 分文理商三科 南开的校训是允功允能 日新月异 张柏林担任校长倡导西式教育和师生关系 教师大多都是流美青年学者 课程 教科书 实验仪器 包括实验用的蚯蚓都来自美国 在校务管理上 张柏林也非常尊重教师的意见 提出《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的办校方针 他建立起了师生校务研究会 定期征求教师意见 又印制了师生意见书 分议案 理由 办法等项 希望师生们能对校务积极的建议 然后分类讨论 早日实行 让教师们更满意的是 南开机构精简办事效率高 行政人员精干都能努力工作 因此到南开任教的知名学者是越来越多 张柏林还言于律己 他只取南开中学校长的一份薪水 大学成立之后 也只是在大学加领三四十块 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二分之一 每次到北京办事 他为了替学校省钱 总是住在前门外师家互通 一个普通的客店 每天房费一元 对捐赠的钱款 张校长从不中保私囊 他兢兢业业的勤俭至校 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 1919年11月 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赞誉之外 张柏林也挨批了 因为他引进了西方话剧 还和学生同台出演 被批败坏士林传统 有备失道尊严 太过重视西方教育 而缺乏中国传统人文教育 也让他被拍砖 张校长开始重新思考如何稀为中用 由此他发展出了实业兴学路线 1928年 张柏林提出南开大学发展方案 所谓土货化方针 他开设了不少实用的课程 讲演术 办公室管理 售货学和广告学等等 当时的天津支柱产业是化工 张校长就在南开成立了应用化学系 还把研究成果无偿提供给厂家 导致远在云南的厂家都来南开求助 凭借着实业兴学的路线 20年代的后期 南开大学是声名大噪 毕业生被封抢 根本没失业的 但张柏林还是受到非议 说他唯利是从 怎么呢 南开是私立大学 学费巨高 一学年90块大洋 连其他费用一年下来要120块大洋 相当于中等收入家庭4-5年的收入 一般人上不起 北京大学一年也就是30多块大洋 不过呢 张校长无欲则刚 不尿这舆论 他完全公开账目 放图书馆里任人查 还发出牛言 谁要是查当月的账目 他可以5分钟之内告知 当然了 南开的收入呢 除了学费 还得到了蒋总国民政府的资助 1930年12月24日 张柏林第一次到南京面见蒋总 争取南开补助费 老蒋答应得很爽快 1932年起 国民政府开始向南开大学发放补助 1932、1933每年6万2 1934年14万元加上教育部的补助4万元 河北省教育厅的补助6000元 总计达到了18万6000元 而当时南开大学全年的收入也不过就是40万元 抗战爆发 南开内签 蒋总等国民党政要也纷纷捐款支持 老蒋个人捐赠法币5万块 行政院长孔祥熙 四川省主席张群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等等都慷慨解囊 1923年 南开女中成立 大学也由南中的校职迁到了巴厘台 1928年 南开小学成立 至此 南开终于成为一所包括四部的系列学校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不久 平津沦陷 7月29日 南开校园被日军空军炸毁 坊间流传 日军摧毁南开是因为南开二字暗喻面南而开 视为帝王之夜 日军在把南开大学移为平地之前还开了记者会 其实呢 南开两个字最初的含义是天津城西南开挖地的意思 日本人想多了 当时张柏林正在南京向蒋总求资助 听闻南开大学被炸 张柏林是悲痛欲绝呀 8月1日 蒋总约见平津教育学术界人士张柏林、蒋梦林、胡适等 张柏林慷慨表态 南开已被日军毁掉了 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 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 我头一个举手赞成 只要国家有办法 南开算什么 打完了仗 再见一个南开 蒋总当即安慰张柏林 南开为中国而牺牲 有中国及有南开 这个许诺后来成为张柏林向蒋介石申请经费时必提的一句话 张柏林接受《中央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 敌人此次轰炸南开 被回者为南开之物质 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寓意奋力 故本人对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 绝不挂怀 更当本创效一贯精神 而从未南开树立一新生命 本人唯有凭此种精神 绝不烧奶 深信于短期内不难建立一新的规模 现已在立南开办事处 不久南开大学奉命西迁长沙 与清华北大共同组成 长沙临时大学 后来又到昆明组成了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大 南开中学则西迁重庆 并入张校长1936年提前建设的 重庆南鱼中学 组成战时办学体系 1938年 南鱼中学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 蒋总和国民政府还给予张柏林各种精神支持 据《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世人精神一书记载 从1938年到1946年蒋两次到南开中学参观 五次拜访张柏林 还借南开中学的大运动场举行阅兵试 1942年 张柏林患病 蒋总也亲往病床探视 1944年1月 国民政府颁发一等警星勋章 褒奖张柏林终身从事教育 张柏林也投桃报李 抗战期间任何时候 他都明确表达立场说 蒋介石是全国的抗日领袖 1941年他加入了国民党 那个时候众多南开学生开始分散 或者参军抗战 或者西去复刻 或者官望彷徨 或加入了共党 不少南开学生为国捐躯 国军空军中牺牲的南开校友有据可查的一共七位 其中就包括张柏林的四公子张熙护 战后的1946年 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 后来为第二南开中学 在天津副校 重庆南开中学在于续办 和抗战期间按南开体系办的四川自贡烛光中学 形成南开系的四所姊妹中学 至于南开大学 因为被日军炸毁 战后张柏林也无法筹款重建了 1946年就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收归国有 1946年4月 蒋总亲自签署将南开变为国立大学的文件 这是履行老奖答应张校长的承诺 对这所大学1937年7月29日至30日 在天津遭受日本侵华军队文化摧残的补偿 同时政府核定了三校复员经费预算 迁移的旅费70亿 修建费30亿 其中北大10亿 侵华12亿 南开8亿 1948年的夏天 张柏林还出任了 国民政府考试院的院长 但是不久他便辞去了职务 好 让各位看官等了这么久 现在说到周恩来 他1913年秋天考入南开中学 因为在学校和课外活动方面表现的突出 受到校董研修的赏识 并且因为小周家庭困难减免了学费 据说周恩来是当时南开中学唯一的免费生 在校期间 张校长还时不长地邀请小周等学生到自家吃饭 1917年6月周恩来毕业 严修和张柏林还资助他赴日本留学 到了1919年9月 南开大学成立之前 周恩来应严修之招回国 参加入学考试 成为南开大学第一届的学生 然而 严老不知道的是 短短两年周恩来已经受马主义影响 不再专心读书 而走上了暴力革命道路 1920年初 周恩来等人组织学生抗议活动被政府逮捕 官奸半年 释放之后 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南开大学开除周的学籍 张校长照办了 因为他不赞成周恩来搞事 但严董和张校长吸财 开除了周恩来吧 严修还资助小周去法国留学 以图他改过 周恩来辜负了严修让他求学上进的期望 这伙不仅在法国加入了中共 还主持中共旅欧支部的活动 带领中国留发学生大闹国府驻发领事馆 在里洋大学搞暴力活动 几年之后 周恩来回国 继续搞山巅 行踪是十分隐秘 十几年间和恩人张校长断了来往 1937年日本侵华之后 张柏玲为南开筹款 才和身在武汉重庆的周恩来重新有了往来 到了国共内战时期 双方联系再次中断 1949年的11月 共军即将攻进重庆之际 蒋总两次来到重庆南开中学 催请张柏玲去美国 还表示 只要张先生肯走 什么条件都答应 去台湾也可以 无论去哪儿 生活一切等等 都由我给想办法 张柏玲是低头不语啊 这时候他夫人王淑珍说话了 估计是他全家一生最后悔的一句话 我们哪里也不去 他舍不得儿孙 更舍不得他的南开学校 其实 在此之前 张柏玲刚刚收到南开校友的来信 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老同学非非不让老校长动 非非谁呀 周恩来在南开时候的笔名 关键时刻 张柏玲最终相信了他的学生周恩来 留在了大陆 拒绝了蒋经国提供的飞机 这个选择也成了他一家悲剧的开始 最初在周恩来关照下 张柏玲暂时返回北京居住 张柏玲次子张西洋 要求他爹 为了南开 为了家人 你写个拥护新政权的表态材料吧 张柏玲却想对中共新政权再看一看 他不同意 才和蒋先生分手 就和共产党一样骂蒋先生 需要多想一想 而正是这种没有及时表忠的消极态度 让他遭到中共冷遇 很快 私立南开系列学校被中共收归国有 张校长1950年9月回天津后的第二天 就去了南开中学 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却遭到了冷落 最后还被轰出了校门 他又去了南开女中 女生们却围着他起哄 羞涨校长 半个世纪之后 研究张柏玲数十年的南开教授梁吉生 在南开教师公寓里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感慨 张柏玲说 我是被新中国抛弃的 南开是他建的 几乎是他的私人产业 你可知道 1947年他从国外回到天津时 整个城市是家道欢迎 几千人到了天津东站 基督青年会几乎决定整个城市的钟都要冥想 1950年10月17日是南开中学校庆 创校人张柏玲竟然被拒绝参加 他悲愤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不知道张校长此时此刻会不会想到 当时我怎么就相信了周恩来这私 仅仅四个月后 1951年的2月23日 民国著名教育家张柏玲郁郁而终 他没法恨别人 只有恨自己没看透共党 可以说张老是被气死的 故事讲完了 对张柏玲的死除了天津日报简短报道外 大陆党报党刊采取集体沉默 张校长弥留之际 最后流言人间 希望南开师生 拥护自由 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 誓死抵制 专制集权 难道这句遗嘱招视了他临终前 已然看透了共党嘴脸吗 可悲的是 他的愿望至今都没有实现 可恶的是 张柏玲的遗愿是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 但当时的粉红组以南开是人民的不是张柏玲的加以拒绝 更更可恶的是 低调参加调研的周恩来 看到张柏玲的遗嘱居然说 可惜少了两句话 即张柏玲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 然而 海峡那边 蒋总惊细张柏玲病逝 在日记中写下了四个字 痛道无矣 3月31日 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 在台北为张柏玲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蒋总亲体晚联 守正不屈 多事所踪 以致哀悼 台湾的南开校友纷纷以纪念级道文纪念校长 以后美智张柏玲逢时华诞纪念日 台湾都要举行纪念会 张柏玲去世之后 他的家人也没能逃过中共的运动 文革中身为数学家的长子张锡露 身为商人的次子张锡阳 和三子张锡座 先后被摧残 迫害致死 可惜啊 张柏玲总共就四个儿子 一个抗战为国捐躯 三个全死在共党之手 冥冥之中 张柏玲选择相信周恩来的那一刻 命运就已经注定 谢谢您收看《七十大观》 也谢谢您订阅 按赞 支持 分享给亲朋好友啊 各位看官 咱们下集再见 咱们下集结 М SPEAKER cking 哈哈哈